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闷热温度依旧爬升得很高 上次今天最高温就达到了35.5度 地点则是出现在台北的士林区一带 那么明天就要迎接周末假期了 天气状况我们首先从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了 现在时间就要接近8点 在进入图卡之前要提醒大家的是 受到地亚影响的部分 部分地区一直到入夜之后 还是可能出现不定时的强降雨 而就图卡上的资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天气之所以这么不稳定 就是受到这一大片低压系统的影响 也是受到这个水气 再加上西南风引入丰沛的雪气 所以等会儿在云林以南的地方 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雨势的 尤其在高雄以及屏东沿海 会是主要的这样的热区 而这样不稳定的天气 会持续在明天一天 当然外出时除了雨伞之外 行程安排上也建议大家 以试验互动为主 那么关系完了天气上的变化 至于温度上的呈现 我们从下一张图卡一起来了解了 明天低压系统将持续的朝西远离 不过天气上还是相当不稳定的 因为从图卡上的资讯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就借在低压 以及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所以风向将沿着等压线 传染温暖的偏南风 所以闷热的温度也会持续的出现 预估明天平地地区 高温会落在32度左右 而在中部以南地区 还是容易会有短暂震雨或是雷雨发生 而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 白天的热对流系统雨也会比较旺盛 当然有下雨的时候就能够帮忙降降温 感受上也会比较舒适了 而注意部里头更详细的天气资讯 一起来看温宁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要平洞的湿自牡丹满洲 最高温落在30度有6成的降雨机会 泰武来一圈日高温落在30到31度 同样有6成的降雨机会 三地门雾台马加高温落在29到31度之间 高雄的原乡地区留意午后雷雨 最高温来到30度 加利山气温落在13到29度 有9成的降雨机会 南投的仍爱于池水里及信义 高温落在27到29度 台庄和平气温落在16到29度 有8成的降雨机会 苗栗南庄诗坦泰安 高温29到30度有7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新竹关系尖15峰 高温落在29到31度有7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 同样留意午后雷雨高温来到31度 宜兰的大头南澳 高温32到33度有6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 高温32度有2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修林及万荣 高温来到33度有8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寿风风兵降雨机会来到3成以上 最高温来到34度 凤陵光复及瑞瑞 最高温32到34度有4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浊西玉璃及副里 留意午后雷雨最高温来到33度 台东寒县地区高温来到35度有3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池上关山海关级岩平高温31到32度 陆野台东市吉悲南最高温来到33度有4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泰玛里大午金风及达人最高温来到35度有4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赖地区多云的天气最高温来到30度 最后来到外游连江金门及澎湖最高温来到31度 那么呢明天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的 不过好消息是降雨是正在趋缓当中 预估到了周日时就渴望恢复为比较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也就是白天好天气中午过后呢在山区有直步降雨的天气 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因为在周日整天天气状况是比较稳定一些 但是要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 就要多注意午后的天气变化了 安排活动的时候呢也尽量避开危险的区域以侧安全 那么整体来看呢降雨现象并不是一整天下个不停 但瞬间现在降降雨往往会让大家措手不及 所以雨具呢也请大家继续的随身攜带 那么这就是今晚到周末的天气预测 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